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一集我们说到夫妻感情 不只是说信不信任 不是信不信对方 而是感情本身很难信任 感情是很脆弱的 你要花很长时间去培养 但要粉碎它一秒就完成 徐少说有些习惯 我们需要有些习惯 这是什么习惯的 你想说感情是脆弱的 可能很容易散 但如果你建立了一个习惯 就没有那么容易散 我对开你 对开你之后 我吃饭又和你一起吃 吃饭又和你一起吃 突然间不能够和你吃 我开始就会觉得 空虚 寂寞又冬 好像喝惯咖啡奶茶 有点饮 我飞到海国 我一回到香港底下 立即上回家 立即喝奶茶 所以很多时候 那些关系 有些人说要玩新意识 我当然不反对 其实根基是一个习惯 其实习惯不是不好的 如果你能够和你另一半 建立到一些生活上的 叫做整天会有一些 叫做黏在一起的 一些这样的习惯 我就是这样的 也是我有特殊的因素 就是我和我老婆 是同一间公司工作 我们早餐也在一起 吃饭也在一起 回家晚饭也在一起 基本上有时候 我去了另一地方 就是见客之后 我都会打电话 一起吃饭 吃饭 因为不习惯 除了自己吃饭不习惯 以外 和其他人吃饭 我开始觉得不是很习惯 所以其实 你开始老了 也有这个因素 但是这一件事就是 我总是觉得 如果没有他在一起 就会拖拖拖拖 你说是否还是热戀 肯定不是热戀 这不是一个热戀的行为方式 而只不过是觉得 自己吃饭开始 就会觉得不是很习惯 所以男人应该有一股脏 就是男人的味道 让你老婆闻过这种味道 都不闻过这种味道 那女人应该用习惯一种香水 然后让老公一闻了香水 就想起老婆 那是挺好的 这个习惯也包括打电话 其实 你打电话 有些人经常说 我不想查我老公 错了 要间中打一下 对 要间中打一下 要间中传短信 对 没错 很想念你 想不想念你这些 禁忧麻的东西 我觉得不一定 但是这些就是 你看很短的 大家谈很短的 不需要一定 下下很长 还怎么会煮电话 这些是热乱的东西 我现在说的是 建立了一种 沟通 相处的习惯 有时就打电话 为什么 在做什么 在哪里 我不是查你 不过这个 基本上 你对方觉得是一个 温馨的关怀 对 与此同时 都是温馨的提示 我在这里 都是的 有提示成分的 你不要以为我不在 和谁在吃饭 所以我觉得 夫妻之间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你习惯了 慢慢建立到这种 整天我叫做 stick together 有些人就说 大家要有自己的 个人时间 我不是这样看的 我觉得 如果尽可能 应该尽量stick together 争取一个时间 大家在一起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那个男人 就算有 诱惑的时候 他是开始不习惯 我老婆这么丑 我习惯了 很漂亮的 是否忍不住 你这个说法 傻的 还不是 就算你有个诱惑的时候 你开始要吃饭 找老婆吃饭 那你也很成功 我觉得这个习惯 一定是一个好的习惯 大家的记忆里面 大家是开心的 因为很有趣 人的情绪 不开心会累积 开心是不能累积的 所以 早午晚三餐都很开心 那他就炸饭和你一起 如果早午晚三餐 走在一起都不开心 那到晚餐就会发火 所以这个累积里面 是开心的时刻 大家都会很怀念 和你老公障碍之后 很想要跟你 早午晚三餐吃饭 那你出事的机会 真的低了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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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见